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鱼记报迪丽热巴运度照 虎背熊腰肚子大 推测孩子鼠兔预产期依实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迪丽热巴开始成为话题人物 大家不是讨论她和洋洋的恋情 发出两人有很多情侣款的东西 就是说她已经怀孕了 第一次被报怀孕 是因为迪丽热巴很长时间没有参加活动 就连年底的跨年晚会 春节联欢晚会等她也没有出现 要知道 以前的她可是个大晚会很抢手的人物 突然之间消失了 不免会被怀疑是怀孕 不想被人知道 怀孕的传得沸沸扬扬后 迪丽热巴没有做过多的文字解释 直接晒出了自己的腹肌照 很多单纯的网友确实被她洗脑 开始替她洗白眉怀孕 紧接着这张照片就被打假了 说是旧照 过了年还以为大家都忘记了这一查 结果在2月9日时 余季超能摄影杨阳又在社交账号 曝光了迪丽热巴的运度照 再次将怀孕风波给挑了起来 从晒出来的图片中能看到 余季杨阳拍到迪丽热巴的时候 她穿着泰迪熊的大衣 还戴着黑色帽子和黑色口罩 把自己包裹很严实 以前的她可是出了名的小蛮腰 胳膊系 腿系 腰系 身上一点坠肉都没有 可这次从后面看简直就是虎背熊腰的感觉 背很宽腰身也很粗 肚子更不用说了很大 隆起明显 本身女人怀孕之后 身材就会走样 变成虎背熊腰也是很正常的 只是不知道一向很注重身材的迪丽热巴 竟然也成为这样了 着实有些吃惊 余记杨阳还根据迪丽热巴运度的大小 大胆地推测出孩子鼠兔 预产期在一十月份 当有人质疑 杨阳是在故意蹭迪丽热巴热度 想要靠着这个瓜翻身的时候 人家竟然拿出以前赵丽颖批插说没怀孕 胡歌直接官宣有女儿的事情来说是 杨阳还说自己凭借第七感 觉得迪丽热巴不参加活动 玩消失的行为 就是怀孕最好的见证 作为自媒体人 无凭无据 根据自己的推测 就说一个一人怀孕 一十月份就要临盆 还跟网友们在评论区起了争执 到底是真人真事 还是这类人为了所谓的流量和热度 看图编故事 迪丽热巴也是很搞笑 一个大龄未婚女生爆料已经怀孕了 还爆出了她的孕度照 自己都不知道站出来辟谣 更晒不出强有力的证据 真是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 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粉丝们很相信她的为人 认为她不会做出未婚先孕的事情 可大众跟她不太熟 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万一被这些舆论给带跑偏 认定了她就是怀孕了 影响了她今后事业的发展 那该怎么办 不管现在的迪丽热巴有多忙 希望她能放下手里的活 要么赶紧去参加一下某活动 要么就开直播看一下身材 还要证明不是录播是时事的直播 连这么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 不愿意替自己洗白的话 那真相是什么 相信大家也就很清楚了 不知道各位看到余季洋洋的这个爆料后 是否也开始怀疑迪丽热巴怀孕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